景春元年七月初期 新帝登基的第三天 我坐着一顶乌金软较进了宫 启人宫在皇城的东北角 天屁冷清 荒草丛生 据说原先是关押有罪飞贫的地方 别说黑夜 就连白日都没人愿意踏进去半步 但我对这样的安排甚是满意 因为 这是我自己求来的 你说 咱们这位新主姿就如此受陛下嫌弃 怎么一进宫便被打发到这个鬼地方 隔着薄薄的窗纱 我听见两个小宫女在低声嘀咕 她们是宫里派下来伺候我的近身侍女 此时 她们正蹲在烈日底下除着满院子的杂草 满身臭汗 还能喂着什么? 家是滴呗 听说主姿是街上鱼贩子家的女儿 真的 鱼贩子的女儿都能进宫做主姿 我骗你干嘛? 清风浮动 满院荒芜 我悄然站立在窗纱之后 微笑不渝 看来我贵请入启人宫是对的 以我卑贱的身份 被赵选入宫已是其事 若再占个好居所 那以后便当真没有安生日子了 既已进了宫 余生便只能做磕 宫墙柳 那么 我唯愿能岁月安好 得享太平 小宫女手脚麻利 半天时间便将其人宫收拾得干净整洁 宫女们说 我的寝殿哪里都好 唯独少了一盏明亮的烛火 想必他们是瞧见了我带进宫的书籍 又见我闲静之礼 觉得我必然夜里也是要看书的 正愁着 不想门外传来一阵喧哗 有宫额太监拎着灯鱼灌而入 手中木盘上赫然是各种礼物 其中就有一盏精巧的宫灯 我心中诧异 然后见一身暗红色便装的心黄梦玄重阔步走了进来 我上前欲跪倒失礼 他却一把托住了我的手臂 欲娘 此处没有外人 不必多礼了 清退了所有的公额太监 请殿内为圣我和他二人 趁他转身喝茶之际 我再次跪倒在地 这回他没能拦住我 陛下 我的眼光落在自己的小腹 多谢您护我们母子周全 他喝茶的手指轻颤了几下 一丝悲怯浮现在他修长的眉间 放下茶碗 轻叹一声 他弯腰将我扶起 语气里尽是感伤愧疚 若不是为了朕 三弟他也不会 殿内烛火微弱 明暗沉隐 他口中的那句话 堂堂皇帝 竟然没有勇气说完 我意泪水涌上眼眶 但我依旧真静地笑着 那是齐王自己的选择 也是齐王府的命数 陛下无须自责 朝堂波绝云鬼 先帝无子夺位 齐王孟玄成雍丽太子孟玄仲 其余三王自成一派 七日前 位救太子于危难 齐王头断蓝马穿 齐王府被图 唯有三岁的灵安郡主躲过了劫难 那日 我见齐王茶饭不思 便一早出府去爹爹那里寻最新鲜的鱼 想为他做最爱吃的鱼羹 可是不想 那竟是我一生里见他的最后一面 我离开时 他虽然愁眉不展 却不忘闻我的额头 育儿 等太子哥哥称帝 本王便请指纳你做侧妃 那时的我 宠他娇憨得撇撇嘴 我只愿做你身边的颜墨侍女 侧妃的尊位 我不稀罕 我还说 王爷定要等我回来 我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可是 等我再回到齐王府 映入眼帘的却是血流成河 尸横四方 王妃 世子 管家 奴仆 无意幸免 无意生还 我手中的鱼怦然坠地 他似乎也被满腑的血腥味吓坏了 劈了命地蹦打奔逃 我目呆呆地瞧着他 突然抱起他 跌跌撞撞地奔跑到后院的荷花池旁 将那条可怜的鱼扔进水里 于而大难不死 惊起荷花池的连夜 骤然 一个小女孩在荷叶后探出颤巍巍的头 她似乎是吓傻了 嘴唇清紫 面色苍白 她对着我想开口 却牙关颤抖眼神呆滞 最后只挖得哭出声来 没人知道林安郡主是如何逃过劫难的 也许是有忠仆见荷花池叶阔根深 将身形娇小的她藏身于此 齐王与齐王妃素日带下宽厚 府中奴仆接院以身相报 我抱着她在府内斗成一团 痛哭不已 这时有大队人马冲进王府 为首的正是太子孟玄仲 他满身鲜血 泪痕未干 他带来另外一个令我心思绝望的消息 我深爱的齐王 轰了 齐王与太子素日交好 他们两人交由或论证 皆不避讳我 因此 太子自然知道 我不是普通的阎墨侍女 无人处 我跪倒向她袒露我有孕一个月的实情 她悲伤的脸上顿时露出狂喜的神色 不多时 她竟然对天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 竟还哭了 三弟 你齐王府有后了 从今日起 我定会以姓命护你齐王血脉周全 就这样 我悄悄进了宫 临安郡主也被送至陈太妃处抚养 陈太妃是齐王生母 想必定会后代临安 我知道孟玄仲不会亏待我 但不料 入宫第一夜 她便踏进了启仁宫 而且她留宿了 第二日 皇帝留宿启仁宫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皇宫 不仅六宫妃嫔的匪夷所思 连我的两个小宫女都惊掉了下巴 他俩在窗外巧声嘀咕 看来陛下很看重咱们主资 今天赏了满屋子的东西 是啊 虽然启仁宫偏僻 但陛下喜欢主资 多走几步也没什么 手里拿着一卷书 我听见他们的谈话 嘴角含笑 忍不住抚摸自己尚未突起的小腹 只有我和她知道 留宿是留宿了 却是个睡个的 她是君子 我是淑女 因着齐王 我们一生都只能是挂名的夫妻 其实连挂名的夫妻都不是 她是我名义上的夫君 我却不是她的妻 她的妻子 是住在贤宁宫的郑万华 郑太妃的亲侄女 宰相府的嫡女千金 据说她们自幼青梅竹马 婚后亦是恩爱不宜 我沈玉娘有自知之明 我不过是齐王府的闫墨侍女 有幸进宫成为主资 那么我便安心待在启仁宫 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贫育 用一生守护我腹中血脉好了 入宫半月 我离群所居 两耳不闻窗外事 因为前朝是盲 后宫尚未大封 各宫的位分也未定 所以不必四处跪拜请安 直至八月十五 宫里正是册封的旨意 才下来 知道身在申宫 必须循规蹈矩 被封为玉贵人的第二日 我便起早来到贤宁宫向郑皇后请安 贤宁宫气派轩昂 但内侍却极为简朴 郑皇后端坐于屏风前 头上的朱差意向是陈年旧物 瞧者有几分暗黄 初见她那张面似满月般光洁平和的脸 我还以为是见到了自己幼年时亲切的邻家姐姐 因此在心里先有了几分熟忍 果然 一开口 她和气极了 你是齐王府出来的 入了宫 可有不习惯 我连忙跪倒 这皇宫极好 贫妾习惯 且知足 她玩耳一笑 洁白手帕掩住了单纯 快起来 本宫最怕跪来跪去的 日后你便知晓了 宫里的女子 怕是要一辈子都待在一起 定要和睦之心 别生了嫌隙才好 本宫听说 启仁宫 只有两名侍女 我这里有个老嬷嬷 最是能管事的 一会儿你带回去做个帮衬 她似乎是怕我误会她 又紧接着补了一句 这其实是陛下的意思 早就听闻过有权势的妃嫔 常常在各宫安插眼线 我确实动过这个心思 以为郑皇后也是如此行事 但听到是孟玄众的安排 我便放下心来 贵到谢恩 领着老嬷嬷回到启仁宫 这嬷嬷果然是能干的 不消半日便将宫里的事物捋得井井有条 焕然一新 最可贵的是 她虽精干 话语却不多 也不会时常过躁我 这正合我意 听说 林安在陈太妃处生活得很好 小孩子家的心性也渐渐缓了过来 只是太妃丧子 身子越发不好了 我曾经依着晚辈之礼去看望过她 但只在院中站着 未能静地去寝殿 大约 她听说我是齐王府救人 怕触景生情 徒增彼此的伤痛吧 倒是林安见到我 惊喜得连杏仁奶酪都丢下了 抱着我的大腿不放 口水也打湿了我的裸裙 真真是羡慕不懂事的小孩子 夜深人静时 我的眼泪大磕大磕地滴下来 不知是竹泪更冷 还是我的心更冷 时间可拥我入怀的那个男子再也回不来了 而我不过是身宫里一个苟且独活的百贱罢了 孟玄仲待我 极有分寸 他不常来 因此后宫非贫不会对我嫉妒 但他每半月也会来一次 因此 后宫众人也不敢怠慢我 八月末 郑皇后小玉六宫 其人宫遇贵人有喜 免其每日请安之礼 后宫非贫不得打扰 我这一胎 是新皇登基后的第一胎 前朝后宫都颇为重视 虽然我和孟玄仲都知道 这个孩子 是其王血脉 六宫送来的贺礼 都经由嬷嬷的手检验过 每日的膳食 她也都亲自扎事 甚至有一天 我见她徒手拎起了几十斤重的盆栽 仿制这个顾嬷嬷 其实是有功夫在身的 启仁公又陆续增添了几个人手 都是陛下亲自送过来的 虽然相貌平常 但想必都不简单 我感激她 恭敬她 却也对她疏离 有一次 她接我递过去的茶杯 手指不小心触碰到了我的腕子 我便骤然心惊 茶杯轰然坠地 她脸上的尴尬之色 我看在了眼里 但这样的尴尬 是我故意为之的小心思 她是皇帝 也是男子 我怕日子长了 她会真的将我当成她后宫的节语花 尽管 她看起来 尚无此意 景春两年 我在万般痛苦之后 生下了我和齐王的孩子 是个男婴 皇帝亲自取名 孟成绩 当年九月 陈太妃空氏 临安郡主被送到启仁公抚养 郑皇后请旨 将我的位分由贵人生至贵贫 我成了整个后宫人人羡慕的女子 年纪轻轻 便有一子一女 甚是有福气 只有我知道 这样的福气 令我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我循规蹈矩 谨言慎行 平日不肯多行半步 也不愿多结交一人 我将启仁公打造得如同一座铁塔 塔中 是我和齐王的两个孩子 我拼尽一生 要保全的两个孩子 孟玄仲后宫的子嗣不多 只有三男六女 所以对成绩极其喜爱 据年老的嬷嬷说 陛下之所以对成绩格外看重 是因为成绩长得酷似先皇 而先皇是孟玄仲一生最敬重之人 其实只有我知道 成绩与齐王才最相像 而齐王与先皇也有七八分相像 所以成绩酷似先皇 倒也说得通 因为有成绩和临安 其人工变得热闹起来 他们一天天长大 我的悲伤也一点点散去 一辈子很长 我不能总是消沉 因为我一皱眉 临安就学着皱眉 她那样明媚活泼的女娃 我不能让她成为后宫的伤心人 于是我夜里读书 白日里便领着他们姐弟一起玩耍 放纸鸢 捡窗花 踢剑子 整个齐人工都是欢声笑语 有一日 我踢剑子太过专注 竟然不知孟玄仲在宫门处站立了多时 待我发现她时 她的眼角都是朦胧的笑意 我大汗淋漓 胸口直喘 待换了身干净衣服见她 她低眉柔声地说 刚才 朕仿佛见到了初见你时的模样 见我眼神里 尽是惊奇 她又笑着说 那年在西郊河边 我和三弟钓鱼 你突然一身男子打扮冒出来 随着三弟一起凌厉地叫了声重歌 你可还记得 我摇头 真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 那时少女娇憨的我 亦是明媚活泼的 不似如今 谨慎多疑 步步惊心 窗外质子娇嫩 窗内暗箱浮动 她忽然伸出手来 摸了摸我头上的朱钗 朕还是喜欢那时的你 那一夜 我失眠了 宫里的夜是漆黑的 黑得惊心动魄 黑得彻骨冰冷 风吹动窗铃 哗哗作响 我披衣起身 点起一根红竹 痴呆呆地望着那竹泪一滴滴地垂下来 不知不觉便失了衣衫 我想齐亡了 如果孟玄成还在 那该多好 两年多了 我仍旧不能接受她身手益处的消息 她那样英俊勇敢的男子 那样温柔多情的王爷 怎么会甘心抛下世间所有的眷恋 再孤寂冰凉的弟弟长年 君埋泉下泥霄谷 我记人间血满头 这相思的滋味太苦了 太苦了 景春五年 宫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孟玄仲与郑皇后的嫡子因病没了 郑皇后深受打击 一病不起 后来 有宫人揭发是田贵妃疾恨皇后母子 在暗处施了巫术 皇帝勃然大怒 命人抄了田贵妃的翡翠宫 果然发现了带有嫡子生辰八字的不偶 然后 宫人还发现 在床底下还有一个扎着真的不偶 上面写着成绩的生辰八字 一时间 后宫兴风血雨 闹得人人自危 田氏家族被抄 田贵妃被赐死 与她来往甚密的命妇和宫廷都受了连累 我自知区区不偶是不能取人性命的 真正害人的是人心 但这话 我不能对任何人说 在宫里这几年 我冷眼瞧者 郑皇后是真正的大家闺秀 一等一的贤妻两母 孟玄仲深爱她 六宫众人也颇为敬重她 只是她的命实在不好 膝下的一儿两女 接连都没了 这对一个母亲而言 是巨大而绝望的打击 我去贤宁宫看望皇后 数日不见 想不到她竟然形容枯稿至此 我握着她苍白的手 一时语色 竟说不出话来 倒是她微微苦笑 平时看着挺明白的人 怎么今日净糊涂了 是不是你也觉着本宫的日子不多了 我以嗅口是泪 轻声开口安慰她 娘娘说的才是糊涂话 不过是病了 吃几副药就能好的事 怎地如此灰心 她强撑着要坐起来 却没有力气 索性又颓然躺好 并在自己身上 谁能比本宫更清楚 你说一个女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还能活吗 陛下深爱娘娘 孩子日后还会有的 她含泪摇头 不会了 不会了 我的心死了 身体也死了 这后宫吃人 我不留了 她这话说得血洞一般苍白 令我内心大惊 再看她深陷的眼窝和暗黄的肤色 我暗自心凉了大半截 满公公人皆落寞悲戚 我亦不能自已 她却仿佛要硬撑者把心里话尽数对我说 我只恨 若我离去陛下身边将再无贴心的人 我舍得万事 独独牵挂她 其实 陛下心里一直是有你的 这多年我巧者 你也是个好人 日后 你千万要敬她 爱她 别让陛下孤苦伶仃 景春五年冬月 皇后郑万华没了 和宫皆爱 她那样的女子 出身名门 天生淑女 竟也如此薄命 而我 不过区区于范家的女儿 又有何德何能在宫中独善其身 那日皇后对我所说的话 令我心惊 孟玄众 她心里有我 怎会 我是齐王辅救人 一个暗自为齐王守孝的人 她六宫粉带 怎会心里有我 又是一个六月底 我吩咐众人早早关闭起人宫的大门 在寝殿的火盆内独自燃起了火 也许是那火烛摇曳令我恍惚 也许是闷热的天气令我昏沉 我竟没发现 在我身后 不知何时 静静地站了一个奇长的身影 我记得 今天是三地的忌日 我一回头 猛然看见孟玄众身着暗色 紧袍满脸悲淒地站在一盆盆景之后 她的手里拎着一壶酒 酒气浓烈 入侯入府 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模样 悲伤中透着绝望 伤神中夹杂着回忆 我在她脚下黯然跪倒 宫中不许撕烧纸钱 是玉娘犯了忌讳 请陛下责罚 扮上 头顶无声 我抬头 却冷不防地被她一把拽进怀里 烧得好 烧得好 你替朕多烧些 给三地 给皇后 这些事 我不能做 你能 她满身的酒气 声音哀伤 手臂却颇有力气 我被她紧紧估在怀里 挣脱不开 也不忍用力 只得随她揉捏 她的唇 在我的发间乱撞 耳鬓撕膜 我红了脸 她在我耳边喃喃地说 为何 为何我想要的 我深爱的 我想留住的 都没有了 玉娘 你告诉朕 是朕犯了错吗 或者 朕是天煞孤星 她从未如此失态过 但我听懂了她的悲伤 她自幼丧母 然后丧父 失去了最亲爱的兄弟 也失去了 知爱的妻子和孩 那么她如今想要的 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梦玄众令 我有几丝心疼 入宫多年 她从未亏待我 也从未亏待过我的孩 如果没有她 恐怕我们母子早已混断黄泉 她似是动了情 拽下床边的沙漫 将我压在锦背之上 我们的衣服 胡乱地皱成一团 我用力推开她 她却意乱情迷 只想放肆 可是 我知道 我不能令她得逞 因为待她清醒 她会后悔 会自责 会痛苦 那一刻我发现 与其令她事后心痛 不如狠心拒绝她 恶忍我来做 可若她伤心 我也会难过 我不再反抗 浑身瘫软下来 然后趁她手忙脚乱之际 在她耳边说 陛下 你难道要在齐王忌日 强要了齐王的女人吗 我爹是个鱼贩子 收入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 偏偏我兄弟又多 所以在我年幼时 父亲将我送到齐王府为奴 为奴总比饿死了好 所以对被卖一事 我丝毫不在意 在齐王府里 我凭着机灵能干 讨得了管事的嬷嬷开心 她给我派了个美差 每日到书房打扫灰尘 那时齐王也不过是个半大的孩子 他见我娇憨可爱 便教我读书识字 不料我天生聪颖 竟比他学得还快 于是 他索性便留我在身边做起了颜末的侍女 哪个少女不多情 我悄悄地爱上了她 想一辈子留在齐王府伺候她 所以拼命地读书识字 希望有朝一日能帮她排忧解难 只可惜 读了那么多的书 竟没有派上用场 独独懂得了如何才能在一个人的心上狠狠地扎上一刀 自从那日在孟玄仲的心上扎刀之后 她整整半年没有踏足起人工 我知道 她是没脸见我 虽然 未遂 我对这样的结局丝毫不意外 但若说不失落 那已是假的 这段时间里 六宫颇不平静 有孩子出生 也有孩子没了 有宫女突然得宠 也有妃嫔被打入冷宫 这皇宫啊 果然是痴人的 因为人的欲望是一张血盆大嘴 能吞掉所有的繁荣假象 打碎任何岁月静好 景春七年 成绩六岁了 灵安十岁 一个暮春的傍晚 新近的丽贵妃突然带着一帮人蛮横地闯进我杞人宫 将一个手脚皆背负的老婆子强摁在我眼前 未待我反应 哗啦啦围拢来一群婆子将我的手臂覆住 我一时间吃了痛 丝毫动弹不得 如今这宫里后卫空悬 是丽贵妃掌权 你说吧 你可认得眼前这位主子 丽贵妃斜眼逆着那婆子 面色不善且有几分洋洋自得地逼问着 那婆子抬眼望了我几眼 我认出她是曾经在齐王府后厨当差的奴仆 认得认得 这曾是先齐王身边的丫头 听说是被收了房的 扑斥一声 丽贵妃笑了 笑得阴险肆意 她瞧着我说 哎呦 玉贵贫 想不到 这还是你的就相识呢 望着脚旁的那个身影 我的眼神逐渐变冷 缓缓开口问道 齐王全府皆遇难 为何你还活着 那日小人因家中老母重病 因此躲过了疑难 玉贵贫 你好大的胆子 丽贵妃突然性眼缘争 我查过你怀胎九月变馋子 想必那是你与齐王私通的孽种 你胆大包天 竟敢串通太医冒充龙种 这可是诸九族的大罪 我嘴角擒过一丝冷笑 听闻丽贵妃已有孕在身 原来打的是皇子的主意 这两个月 宫里有皇子的妃嫔皆被罚 想不到她形势如此明目张胆 竟然丝毫不顾忌流言蜚语 也是 她的父亲在朝中如日中天 她也是宫中最尊贵的女人 若产下皇子 便可丰厚 那么她这是提前为自己的儿子铺路了 丽贵妃有何真凭实据 我强压着慌乱问道 一阵阵孩子的哭闹声 小小的成绩被一群太监推丧到我跟前 原来她早就派人抓了她 娘亲 娘亲 成绩倔强得要命 拼命扑向我 但奈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被太监狠狠地打了几巴掌 丽贵妃用单珠色的指甲掐住成绩稚嫩的脸 就凭这张脸 据说 这张小脸与齐王是一般不二呢 成绩是否为龙肿 请陛下过来一问便知 不必了 你区区一个鱼饭家的贱臂 处死你 又何须惊扰陛下 恐怕 陛下早已都忘了宫中还有你这个贱臂 说完 她轻轻一挥手 有事女端了木托过来 我一望 骤然心惊 原来 她是想私下以毒酒处置我 我拼命挣扎 启人公的太监嬷嬷也果然是有功夫的 他们拼了命 与立贵妃手下的人打坐一团 这时 宫门口传来历声呵斥 历贵妃 你这是要谋害我的江山吗 我骤然松了一口气 使梦玄重 她终于来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她急匆匆地赶来 衣服不经意被院内的花枝划裂了口子 她奔进屋里 一把将我和成绩揽入怀里 成绩紧紧抱住她的大腿 一张小脸 无泪 却悲愤异常 我的这个儿子 从小便是个匠种 十分要强 十分有主意的那种 陛下 臣妾今日查明这羽贵嫔曾与掀其王思 丽贵妃也吓得腿软 急于争辩 但话未说完 她的一张粉脸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 啊!这一巴掌着实很利 直扇得她身形不稳 摔倒在地 头上的朱翠顺时断裂 四散而去 成绩是真正的龙肿 你胆敢如此 孟玄仲天性仁厚 这是多年来 我第一次见她当众发雷霆之威 她牙子崩裂的模样 令我心头一暖 不知怎地 我竟不由地接下了她的话茬 不错 我与陛下于齐王府 一见倾心再鉴定终身 继而是皇室血脉 倾天可见 我不知为何会突然说出这番话 此言一出 不知我自己被惊呆 孟玄仲抱折 我的手臂也微微一抖 顺时起人工气氛 仿佛瞬间破冰般化解 她似乎暗暗松了一口气 然后 她以最威严的声音 在我耳旁说道 我儿孟成继俊秀影才 赌穴致孝 自今日起 册封于亲王 令令安郡主晋升书公主 一场风波 粉碎了丽贵妃的丰厚美梦 也打破了我和孟玄仲之间尴尬的关系 自那日起 每月她来起人工的次数又多了起来 对着在意的人 任谁都会小心翼翼 但活人怕见面 见了面 便什么误会都解开了 我成了后宫里最懂她的女人 劝解她的忧国忧民 舒缓她的日理万机 照顾她的三餐饮食 我们心照不宣 说的话却越来越多 越来越亲密 她偶尔会留宿 但深夜里 我们依旧和依然竹聊天 她讲她与齐王的西年旧事 我讲我爹爹和兄弟做生意时如何缺金短两 聊到伤心处 我们一起黯然失神 聊到有趣时 我们一起笑得直不起腰 齐王是傲然贵公子的性子 他却是人厚多情的 如同寻常哥哥般亲切 她有时收住笑 对我说 不如 多给你爹爹和兄弟们一些金银 让他们过得宽裕些 我连忙阻止 不必 寻常百姓有自己的寻常日子 报复不是好事 平安才是福 对于成绩和灵安的尊卫 我内心始终忧虑 但转念一想 在宫中卫分辨是性命 如此也好 他明目张胆地护佑我们母子三人 想必旁人也会忌惮三分 景春十一年 孟玄仲派兵征讨南越 南越兵败 遇遣使者来朝 那一夜 我辗转反侧 左思右想 终于在第二日下定决心 向孟玄仲讨旨 将灵安许配给护国大将军世子 并早日定下婚期 孟玄仲不明所以 觉得我此举甚是难以理解 但我随口胡周 灵安与将军世子是指妇为婚的好姻缘 我和将军都有意尽早定下亲事 于是就这样 在南越使者到来的前两日 孟玄仲宣告天下 将灵安叔公主下嫁护国将军府 带公主集集后完婚 那将军府的世子我曾见过的 是个好模样好性情的孩子 我暗中观察了多年 早已心有此意 灵安自然也是愿意的 不过小女还娇羞 她拽着我的衣角 偏偏说要陪我在宫中一辈子 其实我哪里舍得她呢 但事事无常 我熟读史书 不得不果断出手 早做筹谋 果然 不出我所料 南越使者入朝 提出两国联姻 要求娶皇帝膝下的公主 孟玄仲的后宫 如今只有两位年幼的亲生公主未嫁 势灵的唯有灵安 可灵安 却被抢先一步止了婚 这下 前朝和后宫都犯了仇 万般纠结之际 后宫有位换作阿红的宫女 挺身而出 欲效仿汉代王昭君 孟玄仲大喜过望 立即收她为义女 册封长公主 许她万金嫁妆 才了结了这场风波 她再次踏进起人宫 是半个月以后 隔着窗纱 她不肯进屋 满怀疑虑地低声问道 你急匆匆为灵安请婚 是怕万一南越联姻 我将灵安嫁到藩邦吗 你如此不信任我 我心境坦然 在窗内朗声说 玉娘深信陛下 但前朝与后宫势力交错 玉娘怕的是令陛下左右为难 既不忍愧对灵安 又不愿再起边境风波 那乡忽然沉默 我意无言 书弟背后一个怀抱将我紧紧孤注 是孟玄仲 她在我耳旁柔声细语 满心欢喜 我还以为你怀疑我的真心 我任她抱着 一欢喜地闭上了眼睛 不曾 我从未怀疑过她的真心 我只是心疼她的真心 她忽然又说 玉儿 以后私下里能不能换我重鸽 入宫后的第十一年 我终于成了皇帝的女人 那一刻 我没有旺季其王 只是 我更愿意用余生 去珍惜我的枕边人 灵安急急之后 孟玄仲以掌公主之仪将她嫁到将军府 十里红装 极尽荣宠 婚后 他们小夫妻举暗其眉 十分和美 成绩虽已封亡 却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我的位分由贵嫔生至贵妃 区区于范家的女儿 竟然成了皇帝身边最得宠的女人 多年来 我私下里多次与成绩说 要赌穴之礼 日后辅佐明君 可是她心有壮志 竟反问我 难道我不能成为一个像父皇那样的英雄吗 我发怒训斥她 罚她在院内跪了一天一夜 可她自是铁骨蒸蒸 不肯向我服软 孟玄仲听闻 气势汹汹地跑来 她一把扶起成绩 压低声音对折我嘲嚷 你教的是什么混账话 我继而难道不是孟氏子孙 我继而难道不能胸怀天下 难道江山社稷最需要的不是贤明君主 在你心里朕到底是个什么人 他从未对我发过怒 这一连串的责问却令我哑口无言 在他成年的三个儿子里 成绩无疑是最优秀的 博学善武 人孝手里 他的缺点唯有一个 那就是 他是齐王的儿子 可是 这个秘密 我无法向我的儿子开口言明 我能说什么 难道说最疼爱你的父皇 其实是你的黄伯父 宫里始终没有再立皇后 也没有立太子 日子就这样一点点地过去了 景春十八年 孟玄仲忽然患了头疾 每日发作起来 很是吓人 我日夜陪在他身边 替他按摩 为他读奏折 代写批改公文 我原就是个严墨侍女 这些事情做起来轻车熟路 渐渐地 有大臣参奏说我外妻专权 聘机私沉 气得孟玄仲大发雷霆 他怒曰 玉贵妃的父兄至今在街上饭鱼 这叫外妻专权 每日的折子都是朕轻踢 他不过是颜墨执笔 这叫聘机私沉 我恐他发怒伤了身体 反而要时时安慰他 有敢于执剑的臣子是社稷的福气 生得哪门子气啊 他的状况一日不如一日 有一天 暮春傍晚 他忽然来了精神 拉着我的手说 玉儿 你知道朕当初为何执意召你入宫 我轻轻点头 知道是为保我们母子平安 还有呢 为了让我腹中 孩儿光明正大的兴孟 还有呢 为了让我离你近一点 哈哈 他舒心地一阵大笑 笑得有气无力 原来 你都知道 我一玩耳一笑 起初不知道 但后来都懂了 怎能不懂呢 他护我 爱我 尊重我 对我从未有一丝勉强 他就像一盏宫灯 自己愈燃愈暖 愈燃愈亮 等遮心冷之人 主动靠近 去索取世间最珍贵的情意 我在他身边十几年 这漫长光阴令我早已忘了前尘往事 忘记了曾经有一个少女 后来入宫成了少妇 然后用恶言恶语 对着她的心狠狠地扎了一刀 可是 她没有怪罪过我 因为爱 就是不怪罪 景春十八年七月初七 是我进宫满十八年的日子 那一天 皇帝轰逝 新皇孟成绩登基 尊我为太后 原来 她早已留下秘纸 传位于本朝最贤明的皇子 之所以从未公开 亦是要保我们母子安全 十八春转瞬即过 这身功痴人 却也有深情的良人 我抚摸着她曾经穿过的龙袍 喝过的茶杯 读过的诗书 哭着哭着便笑了 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为我考虑得如此周全 那么我必将用我的余生 替她守住这壮丽的万里江山 在她的陵墓旁边 我早早留下了自己的位置 身前身后 这次 换我心甘情愿地守着她 不求荣华富贵 不图史书留名 唯愿 待我日后入皇陵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句 众歌 这一生 育儿不曾愧对你们任何人 不妙 请不吝点赞 明镜与点点栏目